大家好 Hurry一直比较推崇快速而有效 味道正的烹饪方式 这样不代表不尊重食物 我是为了让更多朋友对烹饪产生兴趣 更容易入门 就像今天分享的物汁叉烧一样 马克叶制 明天下班之后优雅地考一下 就能吃到酒楼随便几十个百元的菜品 何乐而不为呢 材料我就打在螢光幕上 首先洗净猪肉 用厨房纸抹干就不要猪皮 用针插均匀地帮猪肉两边刺穿 这样做是为了令后边的酱汁 在叶制的过程中可以滲入猪肉里面 将猪肉放入大碗里 倒入叉烧酱 味淋 蜜桃 老抽 均匀地抹在猪肉上边 然后用保鲜膜将大碗封好 就放入冰箱 到了翌日 200度5分钟预热一下气炸窝 在冰箱里拿出大碗 将叶制好的猪肉放入石纸盘 然后再放入气炸窝 150度热20分钟 再取出猪肉 翻面 将之前腌制猪肉的汁都倒入烤盘 一起再150度烤20分钟 叉烧已经完成了大半 接下来将叉烧放在熟食砧板或硅油纸上 用刀来切片 看下多漂亮 厚切薄切都可以 口感各有不同 小朋友才会做选择题 我们全部都试一次 淋好酱汁就大功告成 之后你又可以将叉烧做 黯然烧云饭也好 叉烧泥粉也好 都没问题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请大家给个like 关注和分享 鼓励一下Harry 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健康一生